台北建材家具展今天登場 现在家里的电灯、冷气和电风扇 全部都可以连接无线网路 侦测室内环境、自动调整 而今年也聚焦环保和绿能建材 有超隔热的塑胶材质 用700、800度的火都烧不穿 700、800度火焰喷射 不但烧不破 手掌放在后面 竟然也不烫手 更厉害的是研发、生产、制造 全都是MIT 这个材料的话就是说 在欧美国家运用最广的地方 就是运用在飞机的机体保温 或者是捷运车厢的内填充材 那这个东西目前来讲是 八炮就是塑胶材料中 它的防火等级算是最高的 台北国际建材家具展 周五在世贸登场 从绿能建材、LED到智慧建筑 规模创下历年最大 今年总共有300多家厂商参加 总共有1200摊 不管是参加的厂商 或者是摊位数 都是创历年来的新高 以美丽的花卉布满整片区域 台北花博采用的LED灯 科技大厂联发科 宏达电、宏基、神脑、外观建筑 统统都是他们客户 跟传统的霓虹灯比较起来 我们体验人大概可以省五分之 大概只有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的 一个耗电量而已 所以这个是未来的一个 必然的一个应用趋势 更厉害的下班回家走进客厅 直接自动开灯开电风扇 连遥控器都不用伸手拿 甚至可以侦测室内温度 通过无线网路连结 全部操作管理 通通移植到智慧型手机和平板电脑 那家里面的家电的部分 会根据现场的温度跟亮度 还有是否有人进入到这个区域 自动的开启灯光或者是冷气 透过无线的网路 然后加上了感测系统的这个部分 让智慧家庭变得更人性化 科技始终来自人性 也让家庭生活更加智能化 新唐人亚太电视国运开吴博士 台湾台北报道